可别以为睡着的猫熊好欺负 男子偷偷摸摸靠近 这一摸可不得了 不管怎么甩怎么推 醒来的猫熊就是抱住男子大腿不放 一场人雄大战就此展开 这只熊猫它正直壮年 然后体重在240多斤 然后身高大概 从站起来大概是1米5左右 其实从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其实熊猫并没有真正的要攻击这个人 只是在跟他做一些 嬉闹玩耍的一些行为 大陆这名男子日前到江西南昌动物园 参观猫熊馆时 想在女性友人面前表现一下 趁着饲养员准备饲料的空档 竟翻过护栏闯入 动弄一只沉睡中的大猫熊 没想到反被猫熊戏弄 影片在网路流传引发热议 对自己对动物园都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一行为 这个是个道德问题 可能还自我约束方面再加强一下吧 经过长达5分钟的挣扎拉锯 男子总算摆脱猫熊落荒而逃 不过他的裤子已经被咬破 原方提醒猫熊看起来温和可爱 其实攻击性非常强 游客还是保持距离 以侧安全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